HELLO 伊甸雲的好朋友 大家假日早安 今天是我們中華民國111年的4月2號 清明連續假期的第一天 今天到我們園子裡面來 我們來採摘一下 就是之前稍微有套袋的這樣子的琵琶 看一看它的狀態 然後能不能揣收 OK 你看這一棵 石森的琵琶樹 今年就是這裡只有這一串花 然後因為有果子我套袋了 來看一下可不可以採 裡面有壞掉的果 來 踩下來這個 沒有很漂亮 但是全部是 無毒了 兩棵 兩棵 兩棵小琵琶 OK 那我們接下來再看 那邊還有一棵 也是十森苗的琵琶樹 走 走 走 這裡也是一重 這是好幾顆石森的 因為當初我種的石森苗 因為當初我種的石森苗 我們看一下哈 種這些石森苗 在這裡是為了把它當真木架接 結果一種下去之後 沒有時間去做架接動作 它就長一重 這裡就 一二三四五六 大概六七顆喔 這都是一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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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石森苗 一棵一棵的石森苗 來看一下 拆開看看哈 這個都是之前那陣子來套袋的 還可以啊 那我就先把覺得可以的比較熟的幾顆 踩下來 好 好那這幾顆看起來還沒有 還沒有 再把它套回去 還沒有完全的變色 再把它套回去 再把它套回去 業餘栽種 有興趣的話 在自己的庭院 種個一兩棵玩玩 還不錯 但是一定要套袋 沒有套袋的話 之前就是 其實之前開的花 好 數量還可以 可是果銀 危害 好 這裡還有一棵 好 踩這兩棵就好 就踩這兩棵 就踩這兩棵 好 好 再看這 這兩棵 這兩棵 這一棵還蠻黃的 我們來看看 拆袋子 這一棵比較漂亮 好 方便 對 有 48 嗎 真的 好 esp作 那琵琶的管理比較多步驟要做 從它開始開花的時候 梳壘 就是花還沒打開 到最後開花梳花 然後梳果 好 好 這個就不用拆了 沒有顏色 這個有顏色 拆一下 還不夠 所以要再套回去 這個就太密了 太密了 太密了 果實就比較小 就這麼也不夠 太密了 你看我 不太密了 那邊 線上 那邊 是 還真是 這裡 是 有 應該也還沒有 好,那這幾顆就留給 圓丁老媽跟圓丁老弟 有空來看看吧 好,這些袋子的利用 套回去 好,這個有顏色,看一下 好,這個就全部下了 十升琵琶樹 好,這個十升 除了這顆稍微比較沒有 其他都還可以 所以簡單的種一顆 還是可以有機會 有機會藏到琵琶的風味 那你看這個 因為你有套袋 所以他就沒有果蠅的危害 好,沒有果蠅的危害 好 然後 這一個 他就來不及了 來,選假來了 單立科沒有套袋 果蠅的危害 所以這個就不OK 就不OK 好 那你看 琵琶 有套袋 好 那今年的琵琶的第一次的採收 也大概只有一次或兩次 就記錄到這邊 就分享給喜愛自己 種一些果樹 玩一玩的好朋友 參考囉 這是十升秒 十升的琵琶樹 好 OK,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我們下次再見